如果在這邊你們解散沒有想上洗手間就這邊上洗手間 我先在這邊解釋是因為我只要進去神殿以後 我就不能用麥克風講話了 所以我在這邊先講完 那現在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是怎麼認入回去 因為你看其實看起來都一樣 對不對看起來都一樣 怎麼認入回去 找大地標 最大的一個地標呢 是現在你們左前方那個有個房子 看有人在那邊有沒有 那個等一下我會教你們 那個是洗手的地方 那是洗手的地方 所以當你看到那個洗手的 你的鎮墊這樣子一出來 右手邊 等一下出來的右手邊 就你前面那個洗手的地方對不對 洗手的地方 跟洗手間 跟廁所 廁所跟洗手的地方 中間 好然後呢 靠右邊 這條路是靠右邊這條路 你不要走成左邊那條路 左邊那條路一直走就走到圓山公園 曾經有別團的人 這樣一直走下去 走了四十幾分鐘沒走回來 對真的 所以說記得洗手 洗手的地方跟廁所 這裡的時候 這邊這個樹 這邊有一個Bus Parking嗎 現在有寫Bus Parking 有啊有一個藍色的標籤 這邊有寫Bus Parking 不要看烏鴉 因為那個烏鴉到處都是 對對對 上面有一個藍色的有沒有 還有寫一個那個 那個Bus Parking的那個停車場有沒有Bus Parking 對Bus Parking那個藍色的 記得是靠右邊 右邊這一條哦 右邊這一條這樣走到底 就是我們的那個Bus的地方 那我現在教你們去洗手 洗完手以後呢 到了鎮店以後 剛剛說二敗二拍再一敗嘛 所以就是那個 拜兩下 對 拜兩下 然後拍一手 你在錄嗎 我素顏耶 哈哈 我素顏耶 真的 對 拜兩下 然後拍兩次手 拍完第二次手以後你就開始講 你是誰 然後你從哪裡來 然後台灣的拜拜的房子一樣 謝謝 所以我們的順序是 一我先教你們去洗手 洗完手 到了鎮店 如果你要丟錢的話 你先丟錢 錢丟完了以後 拜兩下 拍兩下手 然後開始講話 講完話以後再拜一下 之後你要去抽籤 然後你要去買那個玉手 還是你要買繪碼 繪碼就是許願版 都可以 就鎮店等一下 那是大店嘛對不對 鎮店一上去 右手邊 那邊就有的賣 然後這邊 這邊除了這些還可以買什麼 北海道神宮的美酒很好喝 他有賣美酒 他們自己這邊 而且瓶子很漂亮 有些北海道神宮 再來的話 其實前面走下去有個六花亭啦 但是 要看一下時間 他有時候開得比較晚 他有時候開得比較晚 那那個六花亭有什麼特別的 他有現烤的麻糬 然後他有那個黑豆茶 但是 那個 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 因為我記得他禮拜六禮拜天 開的時間好像稍微晚一點點 我有點忘記他今天幾點開 平常八點 禮拜六禮拜天可能十點 十點的話 你們就不要去到那邊 等一下直接回到那個停車場 好 那我們去 如果你們要上洗手間的人 可以去上洗手間 那 要先看我洗手 怎麼洗手的人 你可以來看一下洗手 然後我們就解散 然後十點回到車上 好 來 OK 幸福日本 北海道之旅 小夢導遊來介紹 日本 北海道的 北海道神宮 拜拜